香港旺角清场爆发冲突 今天上午黄之锋被港警押送到 就龙城裁判法院应讯之后 获准保释 黄之锋在庭外见记者表示 在被捕期间遭到警员攻击 黄之锋应讯之后获准以500港元保释 不过条件是不能够进入到旺角的部分地区 案件则是压迫到明年1月14号再审 黄之锋和律师离开法院的时候被人丢鸡蛋 事发之后的几分钟之内 警方在医馆局附近拘捕了两名男子 怀疑和黄之锋被袭击有关